还有这一波疫情之所以会失控 这是国际认证的 就是说一个破口 就是放宽机组员3加11 另外一个就是 诺富特防疫旅馆混注所造成的 我们请导播我们看到下一张 关于这个3加11 现在谁负责 是谁拍板的 这甩来甩去 而且我们之前一直在问改回来了吗 改回来了吗 有啦要改了 今天才说要改 6月12号之后 如果说没有打疫苗 这些机组员的话 要改回5加9 那这是在5月28号 陈时中在立员备询的时候 被问到关于这个3加11的相关会议 那当时他还说 他是副指挥官陈宗燕主持的 结果可是这一天4月13号 陈时中在机关署召开放宽会议 其实陈宗燕连人都没有去 他根本没有出席 被抓包了 被抓包隔天陈宗改口 说我记错了 他说只是因为陈宗燕 没有参加这场会议 那他所要一切的决策 是由他负责 当时他还说他要扛 可是民进党的党政人士 也就帮阿中 就是暴躯 他说其实范云 被指为战犯很无辜 那他也觉得 阿中部长也很无辜 真的要追究疫情的破口 是华航 华航要负责 可是呢我们来看到更扯的就是 陈时中要不要负责呢 还有当时开了这场会议 4月13的会议 找不到记录耶 记录没了耶 是没做记录吗 还是没了 完全没有 完全没有 那民众党的委员 从5月7号开始问问问问 一直问一直问 多次要求要会议记录 要会议记录 那问到后来 疾管署说了 问到5月31号 就说没有做会议记录 有可能吗 为什么没有做会议记录 赖教授 我们每周开的一个主管会 都有做会议记录 这么重要的一个 关于决策的会议 没有会议记录 是由一个国会议员 尤其是执政党的 不分区的 蔡英文的 提名的国会议员 叫做范云 她坚持要召开的协调会 而这个协调会 要拍板定案 一个重大的决策 而这个重大的决策 拍板定案以后 是会发交执行的 会发交执行 各位观众朋友 您相信会没有会议记录吗 对这不合理嘛 绝对不可能 因为要发交执行的 不可能没有会议记录 为什么 因为大家要负责任了 所以现在从内部的 录音党已经解露出 范云利用她立委 执政党立委 而且是被上层最看重的 立委之一的职权 施压了嘛 她很明显的语气 动作 姿态 都明白的施压了 施压了一个结果 她说她不重要 不 你很重要 如果你不施压 今天就不会有破口 没有这个破口 今天台湾不会产成这个样子 那这样的政治责任 不用负 没关系 那是你家的事 你的人格 人品就是如此 我们也尊重 但是重点就在于 陈时中你推卸责任 你只要甩锅给内政部 内政部不买单 不买单 把这个事情解露出来 你自己本身 到目前为止不肯说实话 还说我记错了 你自己拍板定案 搞成三加十一 这是多么重大的一个决策 这么重大的一个决策 你说你记错了 岂有此理 然后刚刚讲的 这个会议记录竟然会不见了 对 没有 说没有做 这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所以如果到这里 这么多的违法失职 然后这么多的毁灭公文 这些行为 我们如果待不出现 我不晓得我们这个政府 我们这个国家 算什么政府 算什么国家 以后的公务人员的纪律 政务人员的纪律 算什么东西 坦白说 都被民进党 糟蹋到 完全是垃圾一堆 这么简单 再讲一个概念 刚刚王医师讲到 陈思雯一直强调 没有量能的问题 医疗物资充足 随时补 他这几天记得会都这样讲 你一旦你分级分流分仓 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要分轻症重症 重违症就是可能有可能马上要走的 急重症 你如果分级你开始分仓 你一旦分流 一旦分级床位就会制造出来 那也就是因为现在的整个社会 整个台湾要防疫的需求一直在增大了 因为每一天几百个人确诊 这些人要救治的 要隔离要救治 这么多的人都需要去救治 你不把他们收治 不把他们收了 不把他们为什么 你不收 你不收所以就不需要床 你一旦收了就需要床 你一旦收了就需要床 一旦要床就必须要有医护人员 那所以你目前的需要这么大 你一直不满足这个需要 你一直不满足这个需要 所以我们的床位就不会增大 不会增大医护人员就不会增多 医护人员不会增多 你当然就是按照现有的 够啊 可是问题就在于 需求一直增大 你一直不增多 所以我们的医护 大家都往医院里面挤 医护人员累的已经累坏了 医护人员累的已经不像一个人了 他已经累到紧绷了 病患等在那个地方 看了医护人员这样走来走去 走来走去 其实他已经忙到他已经快崩溃了 而病患又觉得你又不重视我 我在这边你也不管我 然后呢 那我就不要做了 品格不好的 教养不好的 有暴力倾向的 有反社会风格的 在这个时候在这样的一个压力下 整个都释放出来了 释放出来 你拿着刀 去攻击这些服务你的人 攻击这些救治你的人 岂有此理 当然要刑法处分嘛 也就是说你应该要加重刑法 也就是说对医护人员 用暴力攻击的 当然要加重刑法 我觉得这个是没有第二句话讲 因为他在救你命 他在照顾你 你竟然还去攻击这些人 你这样让医护人员 他没有办法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工作 你水果刀可以带进医院里面 因为要削水果给病患吃 你水果刀可以带医院里面去 结果他们拿水果刀成为凶器 去刺杀这些医护人员 医护人员他在医院里面工作 他变成人身安全有问题了 我觉得这具有此理 到这么严重的一个整个社会的压力锅 已经一直在增大要炸开要炸开了 陈时中告诉你说 没有医疗没有紧绷的问题 医护人员没有过劳的问题 我们一切都没有问题 那是华航的问题 什么问题都没有 好那重点就在于 那我记得有一个台湾有个媒体 就讲到那个陈时中 又哽咽了 其实那你就可以再再再又哽咽嘛 你就一天到晚哽咽的给大家看嘛 你就让你的这些 145年跟绿网红他们本身 就不断的把你的哽咽图 你就做个一百个哽咽嘛 你就每天哽咽就好了嘛 坦白说你就到处哽咽给大家看 因为你哽咽得出来的 我敢保证你绝对哽咽得出来 所以我们每个人都要看你哽咽嘛 你就哽咽给大家看嘛 所以护理工会就说你也哽咽一下嘛 其实大家都在等你哽咽一下嘛 因为你就是很会哽咽嘛 但是问题就在于 当你自己的同僚被刺杀 然后你竟然不哽咽 那你去哽咽其其他大的 那我就觉得说你谁都哽咽嘛 那个病死的也哽咽一下 然后呢路上倒的你也哽咽一下 你就天天哽咽给大家看 我们就好了嘛 2 2 1 3 3 4 3 4